中文字幕 李宗盛 您今年 我今年五十一 五十一岁 但是您的这个形象很特别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做奇人必有异象 那今天现场肯定也有很多绝活 慢慢看吧 太期待了 左手边这一位非常的俊朗 来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毛兴隆 今年十五岁 来自湖南横东少林萌学校 少林地底 难怪如此有底气 在比赛开始前 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知识担当 我们的曹老师 您从物理学的角度 帮我们分解一下 这个飞针穿玻璃 这个背后有哪些理论的支撑 一个物体 它对另外物体的损长力 就应该来自两个方面 就是一 它自己在具有一定质量的时候 它要有一定的速度 就是说速度要达得到 这样的话 比方说就是飞针也好 飞镖也好 它自己的动能足够多 第二点呢 这些整个它拥有的动能 如果是让它触及到另外一个物体的话 那么就要求它这个 就是说这个物体阻挡它 把它的动能消耗掉 那么这个动能消耗掉的部分 就是我们有一个要求 是尽可能它涉及到 这个物质本身的量要少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让它 它的面积尽可能的小 也就是尽可能的尖 所以说为什么选择针 就在这一点 就是要用针 那么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两种物质本身的话 硬度要有差别 比方说为什么我们用针 你比方说针如果穿黄瓜 就显得太容易了一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概就会选择 比黄瓜看起来要难一点 那么常见的 比较容易被欺负的 大概就是玻璃 因为玻璃钛的物质 相比与其他金属来说 就是说从材料本身来说 还是蛮容易穿破的 非针穿玻璃 应该说会的人不少 好 是这样 好 谢谢您 帮我们分析了这个项目的 背后的理论 那同时我们还想知道 这个项目如果想成功的话 它对于从事这个项目的选手来说 身体 力量 有什么样的要求 它的技术要点 肯定就这么两条 一 他要使得上劲 使得说这个飞镖出手的时候速度要快 速度要快 第二条是要求非针到达玻璃面的时候 应该和玻璃面垂直 各位 听完我们曹老师的讲解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项目对于从事他的人的要求 第一个 速度要快 第二个 角度要准 判断 瞬间的判断和调整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舞台 一个一个来验收 先交给我们的小将 那老将在这边休息一下 好不好 来 掌声也送给我们的老将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给大家带来蛤蟆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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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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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